七仙女和董勇跨越千年的爱恋广为人知 可是她无论法力如何高明 终究不是人 当仙女的身份被识破后 身为凡人的董勇是单着还是另结新欢呢 这是一部39年前的老电影《龙女下凡》 堪称是白蛇传天仙配的鼻祖 这天书生董勇路过海边 看到一个渔夫刚刚钓上了一条大鲤鱼 董勇觉得鱼儿很可怜 于是就用一文钱将她买下 随后将其放生 此时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无心之举会为日后埋下一段姻缘 这条鲤鱼是龙女四公主海英所画 自从这天以后 海英就对英俊潇洒的董勇念念不忘 为了再见董勇一面 海英向父亲秉民秦框出了龙宫 化身为一位富家千金 不料途中却遭遇土匪抢劫 海英受伤晕倒在轿子里 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 路过的董勇将她救下 还将她带到家中养伤 为了让海英尽早恢复 董勇到山中去向一位法师求取良药 法师除了赠药之外 还让董勇带给海英一封信 原来法师已知 海英是东海龙女四公主的身份 还助她早日达成心愿 几剂药下去 海英的病就痊愈了 她并没有离开而是选择在董家住了下来 董勇对海英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自家的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果然一段时间后 董勇和海英产生了感情 但董勇因担心配不上海英 同时又因性格腼腆 并未有过多的交流 董勇心知儿子的心事 有意撮合两人 这天趁董勇不在家 董勇向海英提起了两人的婚事 并表示若愿意就回房间 若是不愿意就去厨房 于是海英一脸羞涩地回了房间 就这样一对有情人喜结良缘 成婚后海英非常贤惠 对公婆十分孝顺 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不夸赞的 为了生计 董勇则在街上卖字画 可生意却十分清淡 海英远远地看着有些心疼 于是召唤出东海水族虾兵蟹将 让他们装扮成普通人去买董勇的花 这一天生意出奇的好 董勇也早早收工回家 一家人看到今天的收入非常开心 殊不知是海英暗中相助 眼看这样解决生计也不是办法 于是海英向丈夫董勇提出开一间药铺 由精通医术的自己负责给人看病 董勇则抓药打打下手 就这样药铺开张了 可别说海英的医术十分精湛 收费也是非常合理 很快就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 董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喜事一见接一见 一天海英发现自己怀孕了 十个月后 董家喜得灵耳 东母十分开心 抱着孙子喜欢的不得了 可却因突发心脏病 含笑停止了呼吸 转眼十八年过去 董远夫妻已是中年 但感情依然十分甜蜜 同时还收获了一堆儿女 男男女女一共有六个 海英温柔勤劳 成为村民心中的绝佳好媳妇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 那就是海英的容颜一直不变 永远都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和她同一年成婚的女子 都成半老徐娘了 这天街上举办庙会 海英带着孩子们去看热闹 不料海英的美貌 吸引了方圆百里的恶霸 十大虎 十大虎远远地看着海英 垂涎三尺 于是让手下将海英绑到了府上 海英本可施法逃出去 可他早就听说过十大虎的为人 蛮横不讲理 而且作恶多端 海英想着给一点颜色 十大虎瞧瞧 于是就留了下来 还施展法术教训十大虎 没想他竟十分胆小 吓得停止了呼吸 此事很快就成为了邻居们的饭后谈资 虽说十大虎并非海英所杀 但他那晚出现在十大虎家 不得不令人怀疑 于是邻居们再次提到了海英的容颜 十八年如一日 而且还是六个孩子的娘 莫不是仙就是鬼 海英听到风言风语后 愁眉不眨 看着在雪地里玩耍的孩子们 他多想留下来陪伴丈夫和孩子们 但他知道杀死十大虎 违反了天条 天兵天将是不会放过他的 当晚海英秉竹为孩子们做了一些衣裳 随后盛装了一番决定去天宫请罪 临别前 海英将一切真相告诉给董远和孩子们 他万分的不舍 却别无他法 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这也是海英十八年来第一次哭泣 泪水滴到地板上 瞬间就变成了一颗颗的珍珠 还没等海英走出家门 天兵天将就来了 他们二话不说 就将海英抓走 海英走后只有董远一个人 当爹又当妈的照顾着孩子们 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董远决定再娶 很快一场热闹的婚礼就开始了 新娘亚珍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新婚之夜 亚珍贤惠地向董远保证 以后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头一年的日子里是幸福的 夫妻恩爱 母慈子孝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好景不长 一年以后 亚珍有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日后的生计 董远决定去城里做买卖 于是放心地将孩子们交给亚珍 可当董远离开后 亚珍就露出了真实嘴脸 他指使孩子们做这做那 每期明月请柬持家 瞬间孩子们的生活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实际上亚珍只疼爱自己的孩子老七 几个月后的某天下着大雪 冬远回家 看着大儿子穿得那么厚 却打着哆嗦 冬远不小心撕掉了大儿子的棉衣 没想里面全是芦花 冬远又气又怒 把自己的披风给了大儿子 回到家后 却看到老七穿得是丝棉 冬远顿时明白了亚珍对孩子们不好 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气极了的冬远声称要修了亚珍 孩子们却跪在地上为亚珍求情 此事才算作罢 毕竟日子还是要继续 过了年之后 冬远打算再去城里做买卖 临走时 他对大儿子千叮万竹 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随后又对亚珍交代 让他善待孩子们 可亚珍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却只当这话是耳边风 冬远刚走 亚珍就趾高气昂地 指使孩子做这做那 稍不如意就非打即骂 另一边 龙女海英被困在龙宫里 面壁思过 她无时无刻都思念着冬远和孩子们 却因戴罪之身不能去探望 而对于孩子们的处境也丝毫不知情 这天 亚珍因房间收拾得不干净 动起了手 老大为了维护弟弟妹妹 主动认错 可亚珍不依不饶 一气之下老大带着弟弟妹妹们逃了出来 而亚珍因担心无法向董远交代 在后面追赶 不知不觉中孩子们跑到了东海边 因为老大知道母亲就在这里 于是对着大海大声地呼喊着母亲 母子连心 海英很快就听到了儿子的呼喊声 她知道孩子们定时遇到了男士 想着冲出去为他们排忧解难 小姐妹为了替海英开路 牺牲了几十年的道行 虽说走出了境地 但被赶来的天兵天将发现 海英向他们求情 却无济于事 双方展开了一场对战 海英英寡不敌众 被渔王给罩住 还被打毁了原形 天兵天将将他刺伤 千军一发之计 被路过的观音大师阻止 问清缘由之后 观音大师被海英的深情所感动 于是同意了海英下凡 还为她治好了伤 随后海英来到东海边和孩子们团聚 得知孩子们的处境之后 海英将孩子们装进了衣袖之中 她决定带着孩子们到东海龙宫 和自己一起生活 再就是和亚真沟通了一番 还好心提醒她 冬远的时日不多了 希望她能好好照顾老妻 只要正确引导 老妻定会有出息 她日冬远离世后 让她把观舅送到东海边 说完海英就带着孩子们 回到了东海 经历此事后 亚真心中似乎有一丝悔意 而海英领着孩子们 兴高采烈地和老龙王见面 不久 冬远做完买卖回了家 却不见六个孩子 一起之下 心脏病复发 没了呼吸 亚真按海英所托 找人将观舅送到了东海边 海英和孩子们从龙宫出来迎接 随后用法术将冬远复活 一家人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奇幻电影《龙女下凡》 上映于1982年 是典型的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比19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 还早十年 除了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外 人物性格也在逐渐的演变 爱情很美好 但来之不易 拥有爱情的人们 要倍加珍惜哦 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不见不散